应该可以进入前三名吧 冲一冲想牌 这个完成了确实是 冲一金牌的话还是差很多 现在牌第一的是阎明勇,第二是牛夫切副 这是两位,刚才我们大家比完了以后 实力跟别的选手应该说是领先一大截的这么一个选手 所以现在大家可能真的是一块同牌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当时字的角度非常的大 然后先去点楼下 钓环这个下巴采用向前的这个下巴是非常非常不好做的 因为向前落地永远都不如转过来 向后落地这样的感觉要好一点 因为向后落地一般都会眼睛就是会有感觉会看着地落 而向前落地永远都是人中心是靠后的 永远都是脚先落地然后身子才能跟上来 所以容易失误 对,就这一点像在自由操当中空翻的话 同样角度的空翻 向前的话就会比向后的要难一些 对 而且像运动员初商的话 一般都会向前的概率要比向后的大一点 向前的这个可通性没有向后的比较稳定 难度大概都差不多 都是6.7 6.8左右的 反比四费飞导演 �ilippi似合唱 向前,幸目blazil 在给季委会打呼 有可能有一些动作 屏的时间不够啊 或者是编排上有问题 会通过给 除了本场执法调划的这些裁判以后 高级纪委会 还有专门管这个项目的 一些裁判官员 会做出最后的执法 对 那么裁判是有第一和第二裁判 那么如果他们两个意见不一致的话 还可以再往上 像包括再通过这个项目监督 甚至再通过更高层 来定这个分 难度分 如果这个完成裁判 如果取得这个完成裁判的分相差过大的话 也能够 也会要经过再更高一层 第一裁判是要负责 就是单下裁判组和高级裁判组之间的联络的 所以打电话的通常都是他 打出来了 15.550 对 对 排名第三 如果这套要是如果能打到第一的话就会很争议 所以 表现也会 现在好会看着轻松一些了 因为刚才大家都比较严 就是神色都很严峻 因为确实大家分差不多 因为完成分都差不多 就是这个这个难度分都差不多 就是看完成分谁高 最后一位出场的来自法国的 艾特 卖分十字 加成水平十字 哦 再提成道十字 后白水平十字 前驱两周 接水平 有些档 而且档的比较大 这样会对 做了一个向后的水平 如果调环档的比较大的话 其实对 反而对运动员的体力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一直属于调环档的有些档的比较厉害 这次马国队能够在调环项目上 两个运动员进入决赛 应该说 因为调环并不是法国队的传统强项 所以说应该说他们在这个项目上还是进步比较快的 刚才说这个 刚才说这个环绳 过多的摆动 这都是要扣分的 如果是一个动作的话 那就是扣0.1 如果几个动作都这样的话 0.3 如果大部分动的都这样的话 那就是大错了 那可以祝贝明勇 他应该是成为中国取消队的又一个新的世界冠军 严明勇 因为前一块是高低杠 这是第三块金牌 包括这段调环是第三块金牌 最后得分主乱是15.25 恭喜严明勇 做得了 调环第一 右位中国队拿到了一块金牌 这样中国队的金牌总数 应该说是现在的 各自队伍当中的第一 我们现在拿到了三枚金牌 在今天比的五个项目当中 中国队包了三个项目的金牌 严明勇 冠军 尤夫切夫 亚军 沃洛比奥夫 乌克兰选手 第三 六个项目的金牌 严明勇 好 那么在调环的比赛之后 将来进行的是今天 后三项的颁奖仪式 第四项目的领奖仪式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今天单向决赛后三项 安马 高低杠 调环项目的颁奖仪式 在今天这三个项目上 中国队包了三块金牌 很高兴 今天是 这三项的颁奖仪式最后 赛到最高领奖 全都是中国的选手 现在我们看到首先进行的是 安马项目的颁奖仪式 安马项目上 获得亚军的是匈牙力选手 搏击 搏击是以 几乎是满分的完成分 拿到了这一块 安马项目的金牌 安马顾目的领奖仪式 赛到最高领奖仪式 、赛一篇 安马项目的领奖仪式 阅奖仪式 喔 G 上完以后后面就很轻松 秀阳丽在1987年的时候 曾经拿到过市井赛安玛项目的金牌 拆开小梁 开小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